有人畫藍天 也有學生畫綠樹 阿美族繪畫藝術家優錫夫也穿梭在學生之間 指導學生如何繪畫或著色 南投信義鄉信義國中 今天請到了旅英藝術家優錫夫 來指導全校學生如何創作與繪畫 希望藉由這樣的藝術學習 挖掘學生更大的創作潛能 那我們也知道我們原住民的教育 缺乏了藝術這個部分 但事實上這個是我們學生最大的一種力量 最大的一種潛能 可是一直沒有辦法發揮到 我們希望西尼國中是一個點 讓這個國際藝術在地的原住民的藝術家 來協助我們的校本課程 學生們也認真的學習 難得能獲得優錫夫親自的教導 學生們在今天可說是如獲自保 學到了跟以往不一樣的創作思維與發想 而優錫夫也讚賞學生們的藝術天分 比他想像的好很多 開心啊 就是可以學到怎麼畫畫 學到了怎麼用那個水彩 蘋果的顏色不一定是紅色 還可以用很多顏色 像今天我們來到了布農族部落 我們就發現就是說 布農族部落的孩子的用色顏色 真的是非常大地而且非常鮮豔 雖然就是說有很多地方 還是需要就是進步的一個空間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他們非常非常有這樣的 就是原住民的藝術天分 西尼國中邁術校長表示 除了開發學生們的藝術潛力外 學生們的作品也會放置在校園內專用的空間 供大家欣賞 希望將來學生除了基本教育之外 在藝術方面也能夠發現自己的專長 記者NO 南投心意 採訪報導